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的盤後前白視頻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63點 OTC跌1.38點 投票其實最近的行情就是一個系統性風險 就是美伊這個部分關係緊張嘛 那伊朗這部分 古波斯嘛 古波斯他沒那麼好睡 他會還手的啦 那還手的話其實他今天早上已經做了動作 就早上7點多的時候 也就是說什麼 你看到美國股市可能昨天美股是有點回穩的對不對 結果呢 結果早上7點多 就是泰銘怎麼樣 他去打了伊朗 伊朗去打了那個 美國住在 住伊拉克的這個軍事基地 所以美股的那個7點盤就嘟嘟就掉下去了 啊掉下去當然今天怎麼樣 今天雅谷全部都躺平 就都跌啦都跌1%多啦 那台股 台股因為要選舉 我猜是選舉的 就是應該是要選舉的啦 那選舉的話 不要讓指數太難看啦 所以呢所以他有一些互盤的動作 今天還有怎麼樣 還有放上紅盤嘛對不對 但是後面的消息也蠻奇怪的 他什麼烏克蘭的飛機在伊朗 伊朗境內消失的 反正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新聞 就對了啦 那有沒有也就是其實就這部分 我認為短時間之內 就是那個美股的關係這部分 其實就我也沒辦法跟你分析 因為這是國際政經的部分嘛 不過有個地方比較奇怪 這個地方我認為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怎麼說 今天的國際情勢是不好的 但是外資的期貨 外資的期值他怎麼樣 他在補多單 今天補了6259口 目前的衛冥商水位也都沒有 他開創是43908嘛 現在是35546 還是比他少沒錯 比他少就是他不是看多嘛 但是呢 但是在今天這種 應該是比較恐慌的狀況之下 他去補了多單 表示說什麼 表示這地方 可能你要稍微觀察一下 就是目前的市場上 是不是已經反映了 就反映 把那個最後的狀況已經反映了 然後呢 後面可能如果說要慢慢鈍化的話 應該就什麼樣 後面他慢慢鈍化的話 他就會回到什麼 回到 回到我們需要的 我們想要的個股表現的部分 也就是什麼 就是回到OTC 繼續在那邊鬼混就好了 今天OTC還是軟 沒有 護盤他還是先護什麼 護盤基本上要先護全資股嘛 護一些大型股嘛 那護大型股的話 這OTC比較偏中小型股嘛 那比較偏中小型股的話 你大型股先穩住 中小型股才有機會嘛 所以OTC還是這個鳥樣子 但是朋友 我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說 1234嘛 看三天嘛 事情發生之後看三天嘛 123嘛 所以發生之後看三天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畢竟 從過去的狀況來看 這個季線都是怎麼樣 季線都是有手的 季線都是有手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就是 有些股票如果說可以領先反映的話 或是領先開始抗跌 開始拉下影線的話 其實如果他後面的展望是好的 我認為其實短線之內 如果說你不怕套 或說你有耐心的話 其實你已經可以開始怎麼樣 已經可以開始陸續的建立你的部位了 我不敢跟你說 現在買一定最低點 但是過一段時間來看 應該會是相對低點 好不好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好的股票 你這個地方經常做卡位 我不敢跟你說 他一定是最低點 我不敢跟你講 因為信用性風險 我怎麼分析啊 如果美國又還手 那搞不好還會再跌 但是你過一段時間來看 這些如果說後面有故事的股票 他應該怎麼樣 他應該你過陣子再回來看的話 他在這個位置 他會是相對低點 好不好 好 那也就是大盤這部分跟大家交代完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同朋友 我剛剛是不是講的 這個地方還做還是可以做 做還是可以做 就是甚至說什麼 三天嘛對不對 一根一二三嘛 這邊可以做留意 同朋友其實規劃 規劃當然就是 其實有在做 我們還是有在做 這1月7號 1月7號就昨天嘛 昨天1月7號嘛 我們一直賺 鳥黃情一直賺還是按到股票 按到一支啊 高麗啊 高麗啊 昨天按到高麗 當然在我們昨天的所謂裡面 就高麗的 他的題材 法人的看法 法人為什麼敢這個地方 他也敢買 我相信我都講 就是他在長什麼東西 長什麼題材 然後法人對於他 這個東西 這個題材之下 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本一筆到底估到多少 然後呢 然後所以呢 為什麼人家還敢這個地方 在追的這個邏輯 我現在在昨天我們的鎖碼裡面就講 不過 當然第一個外在環境不好 現在外在環境不好嘛 第二個呢 他長很多了嘛 長很多了 所以如果說你不敢買的 當然我也沒辦法強迫你 但如果你敢買的 其實他怎麼樣 他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投機標的 沒有錯嘛對不對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啊 哇這漲停板耶 他說他是漲停耶 就是高高高高 就搞上去了 好不好 就搞上去了就漲停板 所以同朋友 就是有時候股票消消就是這樣啊 但是 你有沒有發覺 起碼我還知道他在漲什麼 我還知道人家固要賺多少錢 我也知道人家是怎麼算本一筆的 所以呢 所以當然漲多你不敢買 我也不能強迫你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嘛 但是有些喜歡拚的 他就敢拚嘛 好不好 但我們大肆先我拚一下啦 早上也做個當衝啦 小確幸啦 好不好 賺29323 賺個3萬塊 衝一下賺一下3萬塊 好不好 所以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怎麼選股啦 那當然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有些股票 不敢跟你說這地方最低點 但是呢 他應該會是過陣子來看 應該會是相對低點 就是你是可以留意的啦 好不好 有時候就是想講 巴菲斯在幹什麼嘛 好不好 當然台虹我們出掉了 台虹我們出掉了 台虹啦 台虹出掉了 就是之前在四七那邊買的 五二五以上先出嘛 然後呢 就是五四以上 都先把它出掉 這個有整理 有漂亮的點位 這個我們再來見 他現在就在那邊切來切去 都磨來磨去的 一樣基本面看好了 但是 就是反正已經先賺起來了 好不好 就是行情不好 錢先賺起來 放口袋你比較不會怕嘛 幹不死 對不對 好那看一下這個 這是今天的新聞喔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喔 我認為這個新聞後面的 應該相關類股喔 它還會好到年底啦 好不好 豪威高畫質CIS報價 再漲兩成 半導體產能滿到年末 有沒有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他說這豪威 豪威就OV嘛 對不對 OV已經被什麼 被五四半導體買走了嘛 他買走了現在高一些怎麼樣 現在在調漲 幅度高達10%到20% 為什麼會調漲 這缺貨嘛 就是嚴重缺貨才會調漲 不然怎麼會調漲 就缺貨了嘛 那缺貨的話 就集中在4800萬 然後呢 其實它重點在這個啦 晶圓代工產能持續吃緊 這個單 單下到台積電去了啦 這個單就下給台積電的啦 所以台積電的7奈米很緊啊 所以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講台積電那個部分 對不對 昨天說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在砍單嘛 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之前說在砍單嘛 對不對 那後來那個外資說什麼 外資說啊不是砍單是什麼啊 是台電的產能太滿了 華為啦 華為砍單 年紀大 老人癡呆啊 忽然想不起來 本來說華為砍單 結果後來說不是華為砍單 對 所以華為的庫存比較高 台積電怎麼樣 台積電在做預防措置 所以產能先撥出來 那產能撥出來的話 其實撥出來馬上又塞滿了啦 所以7奈米是很緊的啦 那7奈米很緊的話 這個就是台積電的產能 他們是下到台電去的啦 那台電下到台電去 你後面怎麼樣 後面就是 你後面封測中 又以高階限時的 晶圓重組產能最絕 晶圓重組就是RW啦 RW啦 朋友 現在誰有最多的RW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誰有最多RW 買那次最多的就對了 現在誰有最多的RW 誰就可以吃什麼 吃台積電弄 做完之後的後段封裝嘛 不是嗎 把你台積電都要給誰啊 你晶圓代工就給台積電嘛 台積電做完之後 然後呢 要到後段嘛 不然你沒辦法做啊 你有前段跟後段嘛 前段就台積電 後段的RW 我問你啦 這RW現在最多 現在誰最多 答案不是很明顯的嗎 那舊還是最美嘛 還不是 所以滿到2020末啊 所以就這樣子啊 一樣看好了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這個 它是蘋果股啦 這是蘋果股 會好到年底 今年沒有淡季 今年 五淡季 今年是沒有淡季的 應該三月 三月開始 基本上就快滿了啦 就基本上就滿慘 就慘人是滿的 三月開始滿 滿到年底 今年沒有淡季 沒有淡季的話 沒有淡季的話 可能會來這裡吧 我猜啦 我猜啦 沒有淡季啊 沒有淡季嘛 沒有淡季的話 今年的營收 營收狀況應該會 比去年多出六成 應該是沒有錯啦 就今年的狀況會 比去年多出六成 多出六成的話 應該就到這邊吧 應該是這裡吧 應該挑戰 有機會來挑戰啊 因為這個地方是炒上去的嘛 它這個地方炒上去的 那這時候炒上去的是沒東西 問題是它現在有東西的 那有東西的話 應該就是成長六成 成長六成 那邊一筆疊疊疊疊的 應該也是 應該也會吃啊 好不好 所以這種股票怎麼樣 有沒有 這是中線喔 中線來看 短線上當然有影響嘛 對不對 因為戰爭嘛 要戰爭的 戰爭邊緣大家都會怕嘛 短線上有影響 問題是它中線的架構 是完全沒有壞的 中線架構完全沒有壞 沒有壞的話就是 整理的時候買一買啊 不然呢 不然什麼時候買 所以還是那會老話 你說老實說這個地方 我買水底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你過段時間來看 這個地方 也許它是一個相對低點 好不好 就這樣子 所以老朋友我們講 就是有操作方式嘛 有操作方法 就有禍 就有下一支嘛 對我們剛剛講的那兩支 我要留意的 今天都是紅的 今天都是紅的啦 今天如果還是黑的就不用看了 老朋友今天如果還是黑的 其實你可以不用看它了 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它沒有抵抗能力啦 今天已經政府有在互盤 沒有錯吧 老朋友政府在互盤了 政府在互盤 如果說你在顧這支股票的人 他還不配合政府 拉一下弄個紅對不對 宣示一下嘛 那不是 我就在互盤了 要跟我站在一起的 來 弄個紅盤給我看看 如果說你還不願意弄紅盤的話 那以後誰要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 到時候分額度的話 也不會分到你啊 不是嗎 你都還在睡覺 還在睡覺就繼續睡吧 對那個想搭的 想搭的表態一下 那不是 想搭的表態一下 有紅的 這些 後面要動的話 就先弄這些 基本上都這樣子啦 好不好 所以頭朋友 要籌碼 動能 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 就有獲利的那些 就有消息啊 好不好 所以頭朋友 去年 如果是你的該多好 現在 現在你怕什麼 幹嘛 籌碼 如果說你有任何持股問題的話 一樣歡迎你 連結我們做聯繫 要加一個QR Code 還不是我們在生活圈的 好朋友們 你可以使用QR Code 加入我們在生活圈 在連股定期的提供操作上 有用的資訊 當然也有加一個訂閱 喜歡分析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低間 推波通知你 我今天會過來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之前祝大面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好